GoGoDino 嗨 快点击这里订阅我们吧 乐平 乐平在丛里转的怎么样 今天我们去那边探险吧 天气也很好 乐平 在天空飞翔是什么感觉啊 很棒啊 风也凉爽 俯视下去景观也很美 太棒了 我也想飞 乐平 那你想不想去看翼龙的飞行练习啊 看他们练习 你也能感受到飞一样的感觉哦 好主意 我也想看看翼龙的飞行练习 好 那我们一起去吧 也许能发现新的翼龙 好开心哦 新的探险了 呃 呃 维琪怎么了 你发现什么了吗 刚刚有个东西从上面飞过去了 什么都没有啊 确实看到了 普通飞过去了 是不是新的翼龙 翼龙可不会这么飞 翼龙飞得很优雅 很帅的 确实看到了 快走吧 不然要错过翼龙的飞行练习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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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看到了没有 刚刚那边有个东西扑通的飞过去了 是吧 就是那个 刚刚我也看到了 扑通的飞过去 什么 是不是有肉食恐龙 好像没有肉食恐龙那么大 对啊 很小 好 乐平 你去天空看看吧 好的 嗯 什么也没有啊 哈哈 原来在这里 找到了 哇 吓我一跳 它是鸟还是翼龙 是啊 你是谁啊 为什么不回答呢 我们先问问博士吧 博士 我们发现了新的翼龙 不 是鸟 应该怎么说呢 你就说我发现了动物 那好 博士 我们发现了新的动物 哦 是吗 给我看看 它一直跟着我们 然后就被我们发现了 但是不说话 它是鸟吗 还是翼龙 啊哈 你们发现了十足鸟 第二 打开恐龙百科全息图 哇 十足鸟是一种很特别的动物 也是历史最悠久的鸟类 它就像鸟一样有羽毛 嘴里面有牙齿 翅膀还有爪子 哦 那是鸟吗 它有牙齿 那是不是翼龙 它有羽毛呢 那不是鸟类吗 所以不叫鸟 叫古代鸟类 从恐龙进化到鸟类过程的动物 啊哈 原来是这样啊 你真是一个很特别的动物 一点都不特别 在天上高飞的翼龙才特别呢 我 我又不能在天上高高的飞翔 只能在丛林飞 而且飞的样子一点都不帅 不是 只要练习的话 你也能飞得很高的 真的吗 是啊 我们现在去翼龙练习的地方 你也要去吗 嗯哼 好 这里很适合飞行 那好 我跳了 跳 十足 你也试试吧 嗯 好 你就按照我说的做 你先用力跳起来 然后展开你的翼龙 风就会把你高高的推向天空 好 一二三 跳 十足 展开翼龙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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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看 它飞得太搞笑了 哦 哦 好累啊 哇 嗯 救命啊 嗯 狮子 嗯 啊 啊 嗯 狮子你还好吗 可能肚子饿 没力气了 要不去叢林吃些水果吧 那好吧 走喽 嘿嘿 你们要一起去吗 练习飞行肯定饿了吧 好 你们第一次来丛林吗 真的 因为我们只在天空飞 那这个也是第一次看到吧 看起来很好吃 数那么高怎么吃啊 不用担心 始组会摘给你们的 对吧 我 我试一下 飞都不会飞 怎么摘水果啊 还是让我们飞行专家摘水果吧 它怎么了 可能因为没有风 所以很难飞行 而且翅膀也太大了 空间狭窄的丛林里不易飞行 我能飞上去 你没事吧 好痛哦 不要太勉强 我来吧 十度 在丛林里飞行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也要吃 我也要 好 十度好棒哦 我也可以在丛林里飞的 好饱啊 没想到丛林里有这么好吃的水果 随时过来 我摘水果给你们吃 真的 挺好吃 但是笛木去哪了 他不见了 对耶 去哪了 天黑之前要回去 不然会被妈妈教训的 我们去找找 我们去找找吧 不就是摘果实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飞的也不怎么样哦 不就是摘果实吗 我一定要让他们知道 我比十足飞的更好 再上去一点 就能摘到水果了 呐 迪墨 你在哪里 你到底去哪儿了 救救我 迪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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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吗 嗯 救我 好的 啊 啊 啊 我一个人的力量远远不够 我去通知芭芭龙 嗯 啊 啊 好 帮帮龙探险队 出动 绕拼 快热力量 变身 围棋 爱心力量 变身 围棋 勇气 力量 变身 瑞斯 勇气 力量 变身 迪墨 我们来了 这是浇油坑 因为很黏 一旦陷进去就很难脱离出来 不要动 要不然会更危险 我们要齐心协力 好 我们要一起拉 一二三 成功了 十足 谢谢你 在丛围里你飞得最棒 没什么了 你身上看起来好黏啊 不要担心 我帮你洗一洗 围棋 发射水枪 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好了 这个能让我飞起来吗 是啊 那好 要飞咯 起飞 在天空中飞的感觉怎么样 好棒 大家好 现在是恐龙之歌时间 丑外 干杯就是 鲲嬷 翅膀 翅膀变少 有脚趾口会虽然小 但有牙齿 也许就是羽毛恐龙 拍打 拍打 我的翅膀 拍打翅膀在天空能飞得更快 拍打 拍打 翅膀 翅膀 在天空飞呀飞呀 突然小动物长得像鸟 但有牙齿 翅膀少年 也有羽毛 我的尾巴 也有骨头 轻轻的骨头 是空空的